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早晨 今天录节目日子是2021年6月28日 这里有我新西兰的伊德台仰,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澳洲的真bc 大家好,大家好,财士真的好 加拿大的家产生 欧连网友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了母人编辑部政区的报道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纵纳无色的力量 好了,今节又是说一说我比较熟悉的台湾地区 真的有说句对不起 昨天我说台湾这个Delta有机会增加 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 很不幸地竞争到八个人 中了Delta的变种 全部都是来自秘佬回来的祖孙两 当然了,我们今早有节目都说 台湾地区真的有点缩缩的,我觉得那些领导人之想 你知不知道他们是怎样? 他们的入境人士 我最初以为全部入境人士 都会进行普世,即是叫做检测 原来不是,只有七个国家 所以现在倒内的人说 喂,你以为自己是大保健?做半套? 哈哈哈 结果这个蔡政府也是被人吠的 那Delta变种的确在台湾 我看到有点爆发的迹象 但是台湾人亦 有一部分人十分不争气 来自一位 被誉为台湾最美丽的女主播 这位叫房叶寒小姐 她昨天也发了很无奈的感叹 因为她报新闻的时候 刚刚就说Delta传播力强 担心会入侵台湾 令到全台湾爆到嘣嘣 谁知下一条新闻 她报的就是台湾民众 很开心,去放风筝 去行山,去手信店买东西 究竟是什么事呢? 原来很多台湾民众就说 不行啊 我们全台三级警戒 要延长到7月12日 星期六日这么好天气 出来放风行不行? 结果台湾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就叫做日月潭 日月潭去哪里? 岩头 结果几公里车龙 神经病 之后那些人还问他们 喂,为什么这么多人? 你们出来做什么? 哎呀,现在三级警戒这么久 都要出来吐吐气了 那样的态度 那样的态度 之后日月潭 那条车龙比平时多几倍 这个 这样的情景 令到堵内一些有色知识说 唉,我见不到三级警戒几时远 因为很多人觉得 再是这样,你写出来玩的话 还得了? 还有有人说 日月潭啊,不会不见的 疫情结束再去,行不行? 有些人还说,哎呀 哎呀,我要带小孩子出来放风筝啊 哼,现在这样的日子还放风筝 对吧 之后有些人就说,哎呀天气这么好 出来逛逛而已嘛 那以前呢 哼哼,有一句话 这些绿人呢 经常说的就是 北独的蓝宋 因为呢 北面的确新冠感染的人士比较多 但是,现在Delta变种都是来自中南部的屏东的 那些绿营人士就不敢说话了 除了日月潭之外 台湾另外一个地方 就叫做金山区 金山啊 景点也是爆破我的人 哼,你知不知道 多人多到啊 要在那些区的公所里 叫人家要紧急疏散 人是多成这样啊 有没有搞错啊? 之后呢 问那些人,为什么你们全部都来这里啊? 那他们就说 我现在天气好啊 那你就会开车来 现在小孩就抹着一天啊 就是插青啊 他们就说 那这样是无可否飞的 你看一下吧 我们都冤枉了这么久了 三级警戒正在实施 那我们也出来逛逛 应该 row很多 因为12日已经结束了 还有12天嘛 嘿,你真是大事 希望我不中了 希望我不中了 我觉得12日之后肯定会再现场 因为Delta已经到了台湾 还有这个桑正昌 真是很无能的 作为台湾高官之一 做人做叛徒 检测就检测七个国家 一天到台湾岛的人士 是不够一千人的 这么少你都做不到 还有今早我们做了节节目 前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当然相引好了 由石坤最搞笑 就说我们都是捷克人 因为捷克有龙卷风 有五个人走了 台湾多少人走了 六百多人 请问一下你们 陆营的大哥有没有想过 民间疾苦是怎样的 当然没有 之前这个由石坤 因为他是扁下面的一个官员 他一直都没有提过疫情 结果一提 就是说人家捷克 支持我们 跟我们一起抗中 台湾最大最大的敌人 不是来自对岸中国大陆 是来自疫情 疫情搞成这样 为什么呢 超前部署 自负自满 经常以为自己抗疫优等生 在这个疫情面前没有人优等生 绝对没有 当然了 现在台湾岛内民不聊生 我都说过了 没有税单 那么他怎么申请书困呢 我最记得 有一个搞旅游业的人士 很好笑 因为他开大巴 我也说回 马英九下台之后 台湾的旅游业没有好过 但是也有少少游客要包车 他那部大巴 因为太久没有客人 在车车上有蛇仔豆 生了几只蛇仔 所以倒下去的人就说 又很好笑 又可怜 证明了这位 他们叫混帐 圆之仁 即是 航混过混 名帐的帐 他说 可以看到这位先生 有多久没有开工 蛇仔豆也生了 真的心酸 的确确 但是台湾尤其是中南部 是要靠这些小确确 即是小工商业者 来维持 而且这些所谓小店 是养活几代人的 现在 陆营执政的地方 很多小店 有一家很出名的 之前 亦都撑过小英 结果他都说 究竟这个政府 我撑下来有什么意思 撑撥下处 许多了 趁撑撑下处 因为他 他很讽刺的 你知道吗 他有一家 他有一家餐厅 是某个政府部门的饭堂 都做不住了 做不住的 因为政府部门是第一个 在家工作的地方 一定做不住的 政府部门一定是最早在家工作的 全世界都是的 因为他要做一个示范作用 这个是没得给的 要示范告诉那些做生意的人听 是一定可以在家工作的 但是当然了 做生意的人一定的气很不顺的 就说喂搞错啊 你们政府一向都不做事才可以在家工作 我们这些一定要在门面砌的 一定会有人敢骂的 做这些都很凄凉 最搞笑的是 那个业者 你知道那个开餐馆那个吗 他原来是陈时中粉丝 哎呀 现在都要求 之后他店的生招牌 就是跟陈时中拍过照 当然了 我想他这张照片都放不下去了 因为他都要倒闭了 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 这个陈时中是个牙医的 都是医学界的 不过医的东西不同 不管是没关系 也是很无奈的 除了刚才说的金山景区 日月潭景区 另外一个地方 宜兰更加麻烦了 原来周末出现了出游的人潮 因为宜兰一向都是很多东西玩的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观光地点 天气好 个个都出来 哎呀 街上有很多店铺 大排长龙 而且你看看那些人 因为太多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交距离 好似宜兰 朝溪市区的店铺 基本上 生意超级好 当然了 我们希望那些店主生意也好 但是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看到那些人排队排得这么多 也不是那么好 另外一样东西 宜兰五峰旗 景区 还有民众无事金领 因为它是封了园区 人们冲了进去 真是麻烦 另外 南方奥鱼港的市场 更厉害 个个去卖鱼 看看鱼多新鲜 这样说 其实 宜兰丸 就立刻下令要管制人潮 不过你管不了 虽然民众都是排队 不过 人太多社交距离 总是保持不了 所以 宜兰 就立刻下了个紧急命令 就说 那些市场 如市场 人潮管制 整个市场 只可以有70人在里面 这样 一管一管 你不要以为人们少了 他就去第二 台湾有一间很出名的 叫做 礼物店 就是买点食 你不让它去如市场 那他就去买吃东西 那间 礼物店 排队 也排了几十米 那些人就说 现在 我们出来 买东西 没东西 又不是群聚 但是你也有很多人 是吧 其实买这些 手信店 他们叫班索尼 其实真的很难说 台湾的中文 半手礼店 也是多人多得不堪的 而且 除了刚才说的 五峰旗警区 有人闯进去 整了风条 有人闯进去 其他警区 也都是有人 闯进去 知名的 葱油饼店 也排队排了几十米 其实老实说 葱油饼 可不可以迟一点点吃 现在疫情 所以你看到美女主播 也很无奈 就是说 刚才报道完Delta 很糟糕 台湾岛已经有了 结果 民众也是 不听话 另外 有一位知名的律师 叫李怡禁 他也对这种现象很生气 他就说 喂 出小害一天会死吗 这个是他的原话 我没有夸大 他就说 其实 现在台湾人 是自我毁灭 再是这样下去 麻烦大家 一起守护台湾好不好 不是说同岛一命的吗 上一上医护人员 叫他们 我都 觉得很无奈 现在台湾岛那么大事的时候 岛内的民众 依然那么多不听话 的确确是的 在家里 是 坐得很辛苦的 我们 三个地方 都试过 但是 亦只可以安装家中 我最记得 我们这里封城的时候 我每天吃 我去买菜在家 看看视频 不是可以怎样 是吧 台湾人就出去买菜 记得一起买菜 买了菜又回家 社长也是 每个人都是 是啊 所以看到台湾 其实岛内的刁民都不少 不是说笑 当然 这些人 如果有什么 造成 染疫 也是为了 赌内的医护人员 添乏添乱 没错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